好了 咱们大家呢 现在能够听到老师的声音 看到画面同学给老师恢复一个任意的数字就可以了 那首先的话呢 今天呢 是国庆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节课 希望大家呢 抓紧找回自己的状态 因为我不太清楚大家在国庆假期期间 是否有根据老师所说的 这个去练习 隔两天练习一次 有没有勤奋的去练习 对这个笔的掌控能力怎么样 老明同学 你这个问题你的这个都可以 你往前诊弯也可以 悬控也可以 都是可以的 好不好 那么咱们呢 就开始今天的课程了 今天的话呢 我们还是继续之前的 我们没有练习 是吧 没有练习 你今天找一找感觉 可能会比较难 今天这个今天的话呢 我们是学习一下菊花的这个叶片 这个字是怎么了 这个字怎么变成了这样子 我们是学习这个菊花的叶片 那么今天的话呢 整个学习的目标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是学习菊花的叶片 那这个字 字体是怎么了呢 我给大家念一下吧 因为这个字体我不知道为什么 变成了这个样子 下午还好好的 就是今天的学习目标的话呢 我们是学习各个不同的角度的这个菊花的叶片 然后对它的一个翻折有一定的理解 然后呢 我们和上节课的这个菊花的花头组合在一起去完成一张完整的这个作品就可以了 这个是目的 目标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还是直播课程 还是246的晚上7点到9点 因为大家呢 第一遍是听直播课程 直播课程大家都多学到的是一些基本的技法 其实你第一遍听的话呢 这个基本技法是可以掌握70%左右的 还有30% 包括一些细节的内容知识 我们是需要第二遍 第三遍的一些回放去继续去巩固的 所以大家要既听回放 又听直播课程 以回放多看几遍就比较好一点 今天的话呢 是第九节课的 等到下周一 下周二我们上完了这个第十节课之后呢 我们的学官老师就会统计咱们的这个作业的提交情况 以及听课的情况 对于满琴以及交满了十张作业的同学呢 咱们会有一个礼包的奖励哈 大家可以争取最近的交一下作业 然后呢 今天交到第九节课里边就可以了 尽量不要交错七号和节次 因为当时如果你交错就统计不到你的名字了哈 然后呢 这个不要交错结束一节呢 能交一次 一次呢 能交九章 根据自己的一个练习的数量啊 进行提交就可以了 咱们就说这么多哈 继续呢 我们来 看一看今天的这个菊花叶片 因为有在国庆假期之前 老师就告诉大家说啊 国庆假期其实是有一些菊花展的 对吧 这些字是真的有点重病毒了哈 怎么都变成了这样子呢 那么这个老师又给大家去说 说什么呢 说是这个 让大家去看一看菊花的花是怎么长的 尤其是传菊如球的菊花怎么长的 包括大家可以去随便的马路上啊 这个公园里边啊 找一点叶子 看它这个叶金叶脉是怎么样去生长的 对吧 这个是又给大家去安排到的 有几个同学完成了老师留的这个社会性作业呀 可以给老师回复一个任意的数字哈 我看看有没有同学完成哈 那么如果因为我们特殊情况出不了门的同学呢 咱们今天跟着老师一起来看一看就好了 好不好 那么这两个图片的话呢 因为右边的字它变得我也不认识了哈 所以说我们呢 就是通过老师的一个口述好不好 首先呢 我们看一看左边的这个叶片 这个叶片呢 它叫做五旗四圈 为什么叫做五旗四圈呢 大家可以现在伸出自己的右手或者左手张开 张开之后你会发现你有五根手指 对不对 五根手指中间有四个缝隙 它非常像我们的菊花的叶片 对不对 它跟我们张开的手掌是一样的 那么它五旗呢 指的是五个凸起的位置 就是五根手指 五个凸起的位置 叫做五旗 四圈呢 就是中间的这四个矮笑的缺口 看到没有 四个缺口 它叫做四圈 五旗四圈 就是这么来的 大家能够理解吗 还是有很多同学没有出去 是吧 在家里待着 我看有一些同学有去观察过 然后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菊花的叶片 它其实很有意思 大家把手继续张开 你会发现你的中指是最长的 对不对 然后你的中指是最长的 就相当于中间的这个叶子 它是最大的 最大的 然后呢 你的无名指和你的食指长度差不太多 次与中指的一个长度和粗度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相当于我们的无名指 这个相当于我们的食指 它们俩呀 差不多大 差不多长 但是呢 有点错落的一个关系 继续 看你的小拇指和大拇指 大拇指和小拇指的长度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可能呢 我们的人的大拇指会粗一点 但是这个叶片呢 大家会发现 它会更细 更小一点 对吧 这个和人的手指 真的非常非常的相似 所以说呢 也叫做长壮五裂 就是手长样子的 有五裂开的五个小叶子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那么这个是单独的一个叶子 那么这个是正面的 当叶子生长在它的枝梗上的时候 我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枝梗 就是它长长的这个饼 很长很长的这个茎 我们叫它枝梗 枝头的枝 结梗花的梗 然后呢 这个叶子长上去的时候呢 它会有各个不同的方向 咱们来看最左边的这一片 你会发现它是往左 往左 这样子来去进行呈现的 那包括还有一些 先平着 然后往下去低垂的 对不对 先平着往下低垂的 我们只能看到它一片两片三片四片的叶子 对吗 还有一些呢 它是稍微的侧面一点的 你看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第五个是看不到的 还有一些呢是正面的 跟我们刚刚观察到的是一样的 它会有各个不同的角度 各个不同的姿态 那么呈现在画面里边 我们也要注意到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这是单个的叶片 以及那叶片和这个不同的姿态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 虽然说这个小叶子 它是怎么样子的 它是一个一个的 但是你看它每一个上面都会有一些这种缺口 它也会有一些造型在里面 它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凹凸变化的 但当我们把它呈现在画面当中 是怎么样子的呢 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叶和我们的枝梗 甚至和花头之间的关系 这个大家看不懂 其实我也看不太明白 但是呢 我给大家大概的翻译一下 就是说 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花 这个叶子和枝梗之间呢 有三种关系 第一种关系呢 叫做叶掩枝 掩呢 是掩盖的掩 什么叫叶掩枝呢 就是说叶子把枝梗给挡住了 哪里是这样子的呢 你看这一片 这一片 以及左边的这一片 它挡住的地方 我们是看不到枝梗的 这个叫做叶掩枝 也就是说叶子在枝梗的前面 明白同学恢复数字一 这个叫做叶掩枝 掩盖的掩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叫做枝掩叶 也就是说呢 树枝 这个枝梗 在叶子的前面 但是呢 这个 就是说我们的图片里边 比较的难去找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 我给大家勾一下吧 因为用方框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你看这个 这个有一个叶子 它在后面 被挡住了 很模糊 它的轮廓也很模糊 这个 这个是枝梗 枝梗 在叶子的前面 叫做 枝 掩 叶 那么还有一种关系呢 就是说比较常见的 叫做枝 叶 互不交叠 就是说它们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除了生长关系 比如说画面中的这一片 它们之间是生长关系 连接在一起了 但是呢 它不存在遮挡关系 不存在遮挡关系 这个是枝和叶之间的关系 那其实呢 还有叶和花之间的关系 你看啊 比如说 这个位置吧 换一个颜色 看一个蓝色吧 你看这个位置 对不对 它的这个叶子 被花遮挡住了一部分 对不对 遮挡住了一部分 那么还有的呢 就是说 这个叶子 看啊 这个叶子 把花遮挡住了一部分 花可以挡住叶子 叶子也可以挡住花 那么一会儿 这些地方又是怎么处理的 一会儿老师会给大家来说哈 那么现在咱们来看看名家作品啊 那么咱们来看看哈 这个 这个是清代王武的哈 这个字体不知道怎么回事哈 今天这个是王武 清代王武的一个作品 我也不知道它是哪锅字啊 其实 这个哪个朝代的啊 这个 我们看一看哈 这个叶子 哎 它并没有像我们刚刚观察到的 说一个小叶片上都有一些凹凸不平的这种小刺啦 对不对 它是一个叶子 你看啊 它是有五个缺口的 哎 一片 两片 三片 四片 哎 五片 它是有五片叶子的 但是呢 大家会发现 它的每个叶子不是像我们所观察到的那么的写实 对吧 它可能会稍微的哎 方一点 对不对 哎 可能会比较的长一点 又可能会圆一点 它是各种不同的感觉的 也可能会你看 尖一点 但是它整个叶子呢 就是比较概括的去进行表现的 那么这个叶子的话呢 和我们之前给大家去讲的一些稍微淡一些的 对吧 中等墨色的 浓墨色一点的 这个墨色的变化 也是非常的丰富 更淡一点的啊 它这个浓淡的变化 也包括这个叶子的大小的关系啊 其实那是比较贴近于我们所刚刚观察到的叶片的 但是呢 不会那么的写实啊 这个是名家 它展示到的 展现到的一个叶片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老师给大家来看一看 咱们今天的啊 这个 这个案例 今天这个案例的话呢 我们的叶子大家会发现很多 对吧 花头的话呢 没几个 花头呢 一共有四个 然后呢 两个是正面的 两个呢 是侧面的比较小 然后的话呢 我们的叶子 其实 是怎么样的啊 大家来看啊 中间这一组 它是非常的密集的 对不对 然后往上呢 它是比较稀疏一点的 往下呢 是比较稀疏一点的 那么再去处理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老师的这个案例里边啊 哎 这个叶子 大叶子在哪啊 大叶子在中间 对不对 小叶子在下边和上面 这个是什么逻辑呢 一般啊 这个下边 我们会画一些老叶子 老叶子的话 它是最早生长出来的 那么它可能会有一些残破呀 有些残缺呀 风吹雨打啊 这个 会有一些残缺 或者说 被一些这个啃食 对不对 它可能会比较小一点 残缺一点 比较的干涩一些 然后呢 随着往上去生长 它是 就是中间生长出来的 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比较嫩绿一些 对吧 多生长在 枝梗的中间的位置 然后再往上去走呢 哎 它有一些小叶子 你看啊 这些叶子它其实呢 和下面的小叶子的概念不一样 因为它上面的是刚冒芽 刚长出来 或者说呢 长出来一些了 还没完全展开的这种啊 这个是跟花开时序有先 或是一样的概念 下面是新长的 上面是 这个下面是最新 最早长的 上面是最新长的 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区别 时间的一个区别 那么大家如果能够明白呢 给老师回复一个任意的数字 就可以了 对的 今天的这个字乱码了 咱们不用管它 老师呢 口头上叙述的已经非常的清楚了 好 那咱们切换一下镜头 大家现在能够看到老师的手吗 如果你可以看到老师的手的话呢 你可以给老师 回复一下数字 顺便回复了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是来学习菊花的叶片 菊花的叶片的话呢 老师给大家去找 这个课图稿 课图稿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张 那就是说呢 这个是一些 我们常用到的姿态的叶子 同学们也可以跟着老师呢 稍微的来体验一下 画叶子的话呢 我们用的是大号尖号毛笔 大号尖号毛笔 一定是大号的 然后呢 我们去画的话呢 一般占的墨呀 会比较多一些 老师呢 咱们先给大家画啊 一会儿呢 大家可以跟着老师 边画边体验 你也可以先看明白 是最好的啊 然后呢 我们去占墨的话呢 一般就会比平常啊 就是以前画蓝叶也好啊 画这个竹叶也好啊 都会稍微的少一点 那么这个多一点 大概是占到了整个笔尖 比如说整个毛笔的三分之一 笔尖 咱们取的浓墨是比较多的 那么在大墨叠子里去调的时候 还是还是一样的 你调 你看边拖边往后走 边转圈 大家还记得吗 为什么往后拖 这个老师之前也给大家去讲过了 你最浓的墨色在这个位置 对吧 你越往后 它肯定是越来越淡的 那么你还要呢 稍微的刮点水啊 刮一些水下去 刮一些水下去 用吸水纸稍微的细一下 但是呢 比一些竹叶啊 蓝叶啊 竹杆啊 所用的水分多一点 类似于 与竹 就是和那个差不多啊 稍微多一点 但不会多太多 你像这个第一个叶子 大家可以看到吧 它叫做上养正叶 其实大家不需要给它记得那么的精准 把这个名称给它记得特别精准 你只要记住它是正面的叶子就好了 就是说正面的 有往上扬的 有你看 有往上扬的 对吧 有往下垂的 咱们就是这种 咱们先来看看往上扬的啊 首先呢 你学整个叶子 你先得学会一个笔触 那么我们讲究的是测锋用笔啊 测锋 测锋 大家还记得怎么叫测锋吗 老师再给大家去复习一遍 你的笔尖一直位于你的这个线条的一侧的位置 我们测锋 放大一点啊 我们测锋 你看 我们测锋 直接把笔按下去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提起笔来 就是中间啊 我们不需要有一些重按重题啊 或者说重按这个 轻按轻题啊 就是按下去的力度和齐笔的时候 它整体的一个宽度 大概是差不多的 大概是差不多的哈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那么这个是一笔 其实就用掉了我们很多的墨色和水分了 但是你不用着急去占第二笔哈 那么这是一笔 咱们再来一次好不好 咱们再来一次换一个方向哈 咱们把这两个叶子都给大家来画了哈 这样呢 大家也可以可以稍微的去练一下 好 那么也就是说 嗯 我们朝左上呗 左上往右下呗 是不是 直接测锋 哎 把笔按下去就可以了 你看 这边的老师是直接按到了笔根 这边的老师是按到了笔度 它的这个块面哈 是不一样大的 一个大一点 一个小一点 但是都无所谓的 但是都无所谓 这两个呢都是漏风 齐笔藏风行笔 就是说你不需要顾忌它是藏风的啊 这个两个都是漏风的 一会呢老师再给大家去讲藏风的 那么这是一笔的 咱们先来学哈 刚刚讲了五齐四缺 对不对 它第一个就像我们的中指一样 是最大的 最长的 那么第二个 第三个呢 它都是紧挨着它啊 它和我们的花 是一样的 像星星 第一 这一笔就干了 是吧 老师的笔其实也很干了 但是你不要小瞧毛笔的蓄水性啊 它上面还是有水的啊 那么第二笔呢 我们同样是测风 但是我们可以藏风齐笔 你看啊 没有关系的啊 藏风 你看先往上走 然后裹下来 接在一起 你看 第二笔就偏远一点 这个藏风它就偏远一点 漏风可能四方形多一些 或者尖的 尖一点这种感觉啊 行笔慢一点 你看老师的笔其实都散风了 对不对 但是老师继续画 它还是可以画出来的 而且一点非白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耐心一点继续往下画 先不要沾水啊 你试一试这个毛笔有多厉害 那么继续 哎 这个是 这个是食指 你同样的在它的左侧 有一个向心性啊 都往中间来 哎 你看同样的 你藏风也可以 漏风也可以 往下走 你看出现了非白了 出现非白了 对不对 但是呢 老师还可以继续来画 你看老师的笔还是散风的 对不对 哎 有非白了 但是哎 非白并不是很多 对吧 其实你的毛笔上还是有水的 然后呢 你看啊 它就像一个 你看 是不是和老师的手一样啊 哎 都往中间 都往中间来 对不对 都往中间来 然后呢 我们再去画的时候 下面的两个就是啊 小拇指和大拇指了 那么我们要更小点 但是也是 你看 但是也是往中间来的 对吧 我们可以先画大拇指 也可以先画小拇指啊 哎 它这个下边的 你看 非白就更多了 小一点 你看啊 小一点 越来越小的 老师继续画 我们画小拇指吧 它更 你看 几乎 这个叶子 好像都有点 看不出来了 对不对 非白是比较多的 这个七笔的地方 都不是很清楚了 但是呢 我们看哈 老师由 这个 湿到干 有一笔 就是一笔画出来 那么它就呈现出了 一个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吧 哎 浓 淡 干 湿 就是被我们这样子 体现出来的 咱们不能一 一枚水了 一枚墨了 就去取 那么你很容易 让整个画面的一个 水分移植 或者墨色的浓淡 移植 就是这么来的 怎么样让它 产生变化 就是你不停的去使用你 这个笔上的水分 笔上的墨色 耗尽它 耗光它 它会油浓 倒淡 油 湿倒干 大家可以理解吧 哎 你把它一次用完了 你的墨色变化会比较丰富 你用完了一个再去调 用完一个再去调 哎 那样咱们一会儿来试一个 对比一下 好不好 然后好了 我们画完了之后呢 大家会发现 哦 这个老师啊 这个叶片 五个叶片的中间啊 它可能会有点小空白 没有关系啊 不要很夸张就可以了 大概 一厘米左右 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你觉得老师 我不喜欢 这个空白很多 哎 我们是可以直接补笔的 你看啊 直接用你笔上的这个墨色 你看 直接我们可以给它补一下 顺着刚刚的一个笔触 给它补一下 叶片 菊花的叶片 今天是应该是我们第一个讲 这个第一次老师讲 可以补笔的 对不对 你像蓝叶呀 对不对 猪杆啊 老师都不建议大家去补 对不对 这个是可以补的 这个是可以补的 好了 咱们再来哈 你看 咱们这个啊 这个是浓淡干事非常明确的 而且老师是一笔 没有占墨直接画下来的 大家都看到了 对不对 那么咱们现在就来一个 什么呢 来一个 画一个叶子 咱们去占一个墨色 好不好 画一个叶子 咱们占一次墨色 好 那么这个是第一片叶子 那么同样的方向 就是它方向不同而已 一个朝左 一个朝右 对吧 那么我们来给它 先画这个叫什么 左边的中间的 这个无名指和食指 食指 你看 其实我还可以画 对吧 但是我不要 我就再去挑这个墨色 然后我画右边的这个食指 再看 再画下面的无名指 你看 我继续去占这个墨 再画这个大拇指 对吧 那么好了 一笔出来的 和每一片叶子 咱们都去占墨出来的 你会发现 什么呀 这个一笔出来的 墨色变化更加丰富一点 包括浓淡干湿的表现 也更加的明确一些 那么它整体的这个叶片 也会更加的美一点 那这个呢 老师每一笔都去占 对吧 那么它呢 浓淡是差不多的 干湿也是差不多的 都很湿 然后都很重 对不对 所以说 其实我们 要敢于把你笔上用完 用完再去调 你的墨色变化 会更加丰富一点 怎么补的 没看到是吧 一会儿再给你补一下 这个空太小了 好不好 一会儿再给你补一下 然后这个是 正面的 朝左上和右上的叶子 咱们继续啊 给大家来画一下 朝这个下边的 朝左下和右下的叶子 那同样的也是 咱们先调墨 因为这个已经用完了 那一般的话呢 我们去画很浓的叶子的话 就是说笔尖去浓墨 笔尖啊去浓墨 取了就赶紧走啊 你不要取 停在这儿 这个笔它是会吸墨的 越吸越多 也是边拖边往后走 边调一下笔上的这个 墨色边转动毛笔 但是你在转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边拖边往后走 你的笔的后边 其实一直都是 清水啊 或者说淡墨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哈 往下垂的 它可能会这样 你看啊 正面往下垂 你看老师的这个大拇指 看到没有 它是比较大的 包括十指啊 中指比较清晰 越往后小 这个无名指和小指 它会越来越小 对不对 这个是往左下去的 这个往左下去的 那么咱们先来画 往左下去的 好不好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中指 其实是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中间那个最大的 那么我们去画的时候 你看我们可以从下向上 也可以从上向下 这个方向是没有什么太强的要求的 你看我们从下向上 上来 那么如果说我们画完了之后 老师我觉得这个叶子啊 其实会有点小 我想让它再大一点 可以 我们再补一笔 你看 在它旁边再补一笔就可以了 是不是 再补一笔 那么咱们继续来看老师的这个手哈 你会发现我的十指和我的大拇指 是比较完整的 我的无名指和我的小手指 尤其是我的小手指 几乎是看不见的 对吧 那么我去表现的话 如果我去表现我的无名指啊 那么就要稍微的小一点 对吗 稍微小一点 漏风过来 那么我的食指呢 虽然它们呀正面是差不多大 但是我稍微一侧 它就比较大了 就是说我的食指就比较大了 那么我往下垂的时候 你看 我可能让它 稍微的比它大一点 但是差别呢没有那么的强 再继续 小拇指也好 大拇指也好 看你自己先画哪个哈 如果我们先画小拇指的话呢 就要更小一点 你看 更小一点 对不对 你看它的肺白其实现在已经很多了 那么大拇指呢 它可能就是说 要稍微的大一点 你看啊 要稍微大一点 它干 很干了 对不对 其实很干了 但你行笔稍微的慢一点 它其实还是可以画出来的 陈荣同学啊 来看怎么补的 就直接在它的这个笔处 顺着这个笔处 顺着笔处过来 给它加一下 顺着这个笔处上去 这样加一下就可以了 好不好 就是这样子补的 因为这个时候你的水比较少了 比较干了 你补一下它不会特别的晕 好吗 可以看到吗 陈荣同学啊 藏锋漏锋都可以 你可以藏锋第一笔 你也可以漏锋第二笔 你也可以藏锋这个第三笔 漏锋第二笔 都都可以的 都可以 就是说你有藏有漏就可以了 还是那个 那么继续 我们画完了一个叶子之后 我们去调一次墨色 那么现在我们就用这个淡墨碟子里的墨就可以了 让它稍微淡一点吧 取你左侧 因为你拖的第一笔的那个位置 你可能是右侧 也可能是左侧 那么咱们再来画 你看老师的这个手 你看 我这个手可能不如左手灵活 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我的大拇指 我的食指中指 同样的和刚刚的道理是一样的 是不是 和刚刚的道理是一样的 越往后越小 这个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把它反过来就可以了 先画中间了 你看 我这个是藏锋 我这个是漏锋 可不可以啊 都是可以的 就是说看你想要怎么样 就怎么样啊 怎么样 舒服怎么样 来就可以了 上面的那个无名指小一点 对不对 下面的这个食指大一点 再给它补一下 是可以补笔的 很灵活啊 那么刚刚咱们先画了上面的 现在你也可以先画下面的大拇指 再画上面的小拇指 如果你想补笔呢 就是说你顺着这个笔的一个方向 顺着第二笔或第一笔的方向 往后给它往后来 顺着它走 顺过来 大概补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全堵死 留点这种非白 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看的 好不好 那么这个是正面的 往上扬的 往下垂的 老师呢 就带着大家呢 用一手给了解了一下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画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侧面的 就是说什么叫侧面 就是说我侧的厉害一点 你看我现在是五根手指 我侧的厉害一点 侧的厉害一点 我们只能够看到我的大拇指 实质和我的中指后面的三根 是看不到的 对吧 那么看不到的 我们就画前面的这三根 如果呢 你看 这个叶子它是往上扬的 我不太好去弄 我弄的是往下去垂的 大家能够理解就可以了 补墨水的时候怎么补 一片叶子的话呢 如果你实在是画不出来了 一会怎么补 老师边画边教给大家 好 我们 画一个新的 画一个新的 就是说这个 往上扬的侧边的叶子 和往下垂的侧面的叶子 一会老师呢 都 我给大家再去说一下 那么好了 往上扬的就是说 先画中间的第一个大的 先画这个大的 你看 一笔画出来 你觉得不够大 你再补一笔 用相同的笔触去补一笔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在中间 在中间的这个 然后呢 在后边的那个小拇指也好 大拇指也好 我们给它去加上 三片叶子 由湿到干 那么如果说 现在呢 咱刚刚有同学说 老师这个中间补墨 怎么补是不是 怎么 怎么补水 是不是 一会老师给大家去说一下 你看我们现在画一个 朝右上方的 一个 再加一笔 那么好了 如果说我去补墨 怎么补呢 补水怎么补呢 如果说 我们去淡墨盘子 去补的时候 这个时候 它还是有墨的 是不是 那么你呢 可以哈 笔尖呀 就是笔尖 四分之一 或者五分之一 就是清点一点水 不要太多了 取太多呢 它的干湿变化 就不是很丰富了 那么 稍微的在这个盘子的 一侧 就是说 稍微取一点点这种 这种墨汁 不要太多了 就大概取半笔左右 就可以了 稍微的调一调 就可以哈 不用取太多 不用取太多 因为取太多 你那个水就白取了哈 它就会变得很 很浓 和这个墨色差不多 对不对哈 这个是怎么去取 轻松同学 可以明白吗 好 我们再往后画哈 你看中间的这个 它会小一点 小一点 小一点 可以给它再补一笔 对不对 在后面那个呢 它更小一点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大家能够理解吗 你如果往下垂的话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哈 你如果是往下垂的话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呀 一个大的 然后一个小的 再一个小的 一个小的 一个小的 你会发现和这个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会发现和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老师刚给大家 怎么演示的呀 这个就是一个侧面的嘛 如果它正面往下垂的话 是这样的 它正面往下垂的时候 就是两侧的大小差不多 这个老师就不给大家去演示了 你正面的 微侧的 全侧的 这个是微微侧 微微有点侧面 这个呢 就是整个是侧面的 这个各个角度呢 老师都给大家 讲一个哈 咱们就不都给大家去 全都说哈 因为时间的原因 那么这个大家理解吗 右手哈 因为我右手不是很 不是很灵活哈 我们就 用左手大概的演示一下哈 因为它是一个往下垂的 往上扬的 我表现的还是一个往下垂的 不太一样 但是道理相同 好 那么我们 继续哈 我们来看一些一些平眼 正眼 什么叫平眼 就是说这样的 你看啊 是这样的 就是我看不到后边的啊 我可能是这样的 我看不到后边的 我只能看到前面的 这几个尘 看不到后边的啊 那么你像这种的话呢 它就是说 叶子往下垂 它比较大 往下垂的那种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 我的手不太灵活 那么它就是还是说 中间的这个最大 对吧 中间的这个最大 同样的一个用笔 然后呢 两边的两个差不多大 你看 两边的两个差不多大 哎 我们可以画三片 你也可以画四片 你看这是三片的 哎 这是三片的哈 同样的 你看这个是我可能是 呃漏风 对吧 这个是漏风 哎 这边我是藏风 也可能是 你看 左右两个差不多大 哎 这边还有一个小的 也可能是四片的 他只能看到叶子的 哎 一部分 看不到剩下的 这个藏在后面的那些 那么还有一些呢 老师给大家放大一点图哈 我害怕 大家有点看不清 哎 还有一些 就是这个卷叶啦 折叶啦 啊 这两种不是很经常用到啊 在我们的画面中不是很经常用到 但是老师呢 大概的去给大家去说一下 其实这个老师之前给大家去提过了 就是呃 就像我们的手心和手背一样 你朝向太阳的那一面 会稍微的重一些 对吧 你背对太阳的那一面会稍微的淡一点 几乎所有的叶子都是这样子的啊 当然也有个例 有特例哈 咱们讲的是呃大部分的 好吧 那么重一点的 我们就可以用重一点的摸色来进行表现 对不对 那么 你看卷 他卷上去了 哎 他可能是这样 卷上去 这个卷上来的 本来有四个朝上的 是浓的 有一个手指 你看我的大摩手指转 转上来 他可能是淡的 大家可以理解这种感觉吗 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的造型可能会有点丑哈 大概是这样子 大家可以理解的话呢 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就可以了哈 哎 我们用墨色的浓和淡来区分叶子正反面 啊 那么老师呢 大概先给大家去说一下哈 去表现一个啊 然后呢 嗯 这个 因为他不是很常用哈 咱们表现一个 大家理解就可以了哈 那么你看啊 我们就是去 哎 先表现一个这个 哎 一个 一个叶子 这个有点重了 我在下边哈 再重新画一个 这个有点重了 哎 这个你看 一个淡一点的叶子 是吧 然后呢 我的其他的位置 哎 一个重的 两个中间这个大的 你看哎 两个重的 哎 三个 然后四个 哎 都是比较重的 只有这一片呢 它是弯上去的 你看 它是从背面 翻翻翻上来的 卷上来的 卷上来的 是不是啊 哎 这个其他的呢 都是一个方向的 只有它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用墨色的浓和淡来表现叶子的正反面哈 好 那么这个是卷叶 折叶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哈 就是说其他的都是淡的 但是它是翻上来的啊 折下来的 那么它呢 是重的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小嫩一样 小嫩一样 就是有一个的 有两个的 有三个的 这些都可以叫做小嫩一样哈 你像小嫩一样 嫩 它就小一点 对不对 我们可以你看 笔呀 同样的用笔 但是你看 同样的用笔哈 只不过就是说 它小一点 露锋也可以 哎 藏锋也可以 它比其他的叶子都要视觉上小一点 这是一片的哈 你如果说三片的呢 哎 一片 哎 两片 三片 一样的 就是说 它们大小不一样 和刚刚的用笔是相同的 哎 大家可以理解吗 理解的话呢 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三 好 那么这个是叶肉啊 叶子的肉啊 叶肉部分 那么它中间大家可以看到吧 它有很多的叶金啊 老师呢 其实给大家去勾出来了 那么我们是以一个正面的为例哈 我们以一个正面的为例 正面的为例 那么它呢 是这样子的哈 我大概的给大家画一下 大家不需要跟着老师一起画哈 你理解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地方很重要 它这是一个结构问题了 叶子是肉 对吧 哎 金呢 就是骨头 人啊 是有血 有肉 有骨的 有骨血的 对不对 有骨肉的 那么这个叶子也是的 你要把它的肉画出来了 你还要把它里边支撑它肉 支撑你站起来的那个东西 那个骨头 给它表现出来 那么 我们来看哈 一个叶子 哎 它是怎么样子的呢 大概的哈 我就是大概的这样子画一下哈 也没有说画的 非常的这个精细 没时间的原因 哎 比如说这是一个菊花的叶子哈 那么它是不是中间一个大的两边稍微小一点 在下面两个最小呀 那么再去表现的时候呢 哎 大家来看哈 它中间是有一根主叶饼的 它中间呀 大家不用不用画哈 一会儿到时候我会跟大家去说的 这个先理解哈 你看它中间是有一根 哎 主要的叶饼很粗 是最粗的一根 从下方来连接到整个叶子的 这个尖的位置 这个尖的位置啊 那么 每一片叶子啊 它是主要管道 那么每一片叶子呢 它还有一个自己的小管道 你看啊 这样哎 从这个主要的管道上伸出来一个 去了叶子的肩上 一个去了这个叶子的肩上 另一个 另一个 去了这个叶子的肩上 它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一个小管道啊 来输送养分啊 输送养分的 那么它呢 还有一些小的 就像这个大的上面 你看啊 这个大的上面 是不是伸展出来了一个两个呀 这是什么大家 这是一个雀爪质 对吧 哎 那么它伸展出来之后呢 每个小叶子 它也有一些辅助的叶金 叶脉啊 叶脉叶金都可以啊 你看啊 它是这样的 有一些小的 往一些其他的小地方啊 小地方 它去输送一些养分 你看 是这样的 中间 哎 有一些 这个叶子上呢 它也有一些 中风行笔啊 拾起实收也可以 拾起虚收也可以 一般的数量呢 是啊 一到三 或一到四 就可以了 就是说这个小的哈 这个小的 一到四就可以了 不需要特别的多 你太多了呢 不好看的哈 哎 你看 这个叶子的面积大一点 我给它勾的可能就多一点 这个叶子的面积小一点 我可能给它勾的就稍微的少 看到没有 两个 一个 都是可以的 一定不要太多了 一般就是一到四 数量啊 一到四就可以了 一到四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太多了就会 很繁琐哈 有点乱了 反而 物极必反 大家可以理解吗 但如果可以理解呢 给老师回复一个数字四哈 嗯 画叶子的顶部总是方的 画不圆润 是笔的问题 还是笔风不对 呃 总是方的呢 你藏风了吗 有藏风 还有漏风吗 漏风一般就会稍微的尖一点 或方一点 藏风一般就会比较的呃 圆一些啊 圆中有方一点 大家可以理解是吧 那么呃 一定要注意到这个数量哈 不要太多 太多 不太好哈 那么我们呢 去勾的时候 老师给大家去说一下用笔哈 他是中锋行笔啊 中锋 你看中锋行笔 时起时收 也可以 时起 虚收 也可以 就是两种不一样的感觉 啊 时起时收 他可能会更加的这种 啊 拙一点了 啊 然后呢 时起虚收的话 他可能会灵动一些 跳脱一点 他是两种不一样的感觉 但是都可以 你也可以有 时收的 有虚收的啊 就是说 哎 有的时收 有的虚收 对吧 哎 都可以 你结合起来给他用 你看 有的虚收 对吧 然后呢 有的时收 啊 结合起来给他用 结合起来用 是可以的 好不好啊 结合起来用 是可以的 那么 既然大家如果明白了 咱们把这个刚才画的叶子 还要给大家拿出来 拿来之后呢 呃 画叶金哈 一定是趁着他 呃 大概七分干 八分干的时候 就是说他马上快要干了 但是他还有点潮 啊 大家能够明白 潮这个意思 这个字的意思吗 就是他会有点 他应该是一个普通话吧 他就是有点还 快要干了 还没有干哈 就是有点那个感觉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叶金 他和花心竹节 是一样的 花拖是一样的 他呢 是用的浓墨 啊 先呢 调淡墨 再调浓墨 你这个种的叶子的地方 咱们就用种的 随着你笔上的墨色的 不断的流失 不断的变淡 它会稍微的变淡一些 是吧 那么怎么去勾呢 咱们先来 我看啊 这个干的差不多了 啊 你看啊 咱们先去勾 勾的时候哈 你看啊 就是说从下向上 一般我的习惯是从下向上 你看 从下向上 哎 一个 对不对 那么你可以 呃 这个 先勾 勾完了煮的之后 你勾一下这个小的 你看 这个叶子的小的 对不对 然后你再勾这个 然后一个一个叶子 就是说一个一个叶子的勾 看到没有 哎 一个一个叶子的勾 可以一个叶子 一个叶子勾 一种方法啊 咱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哈 这个朝右上的 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哎 勾完了一个主要的 然后我再把 哎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都给他勾完 然后反过来啊 回头反过来 你再去勾 哎 他的这个小的 哎 不要太多 然后呢 老师刚刚 呃 也问了大家的一些观察的情况 其实有很多同学 他都是 呃 没有 机会出门 对不对 呃 跟着老师 你看 老师编钩 两种方法 老师都教给大家了 那么继续 咱们往下再去给大家 结合着这个叶肉哈 咱们再来给大家去说 你看 这个叶子往下垂 你的 煮叶饼 啊 它也是往下垂的 然后你这个叶子看啊 这个叶子 哎 往这拐 对不对 你看 它是怎么样子的呢 它是从煮叶饼的地方啊 生发出来的 然后呢 啊 离它越来越远 然后再拐过来 离它越来越近 你看啊 哎 生发出来 离它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然后拐过来 你看 离它越来越近 大家能够理解吗 由近极远再到近 由近极远再到近 有点高低的 错落的变化哈 大家可以理解吗 如果理解 给老师回复一个五啊 哎 我们再来就给它勾这个 你看 也是一样的 先从它这个煮叶饼上 生发出来 远再到近 有个小弧 啊 有个小弯弧 小弧度 你看 包起来的 还是那种互生 那种包裹的一个状态 你看 包在一起的 是吧 有点高低的错落 那么老师啊 就不给大家去勾这些小的了 咱们就把这个主要的啊 给大家勾出来 你比如说这个 你看 它是这样的 这个 它是这样的 勾起来的哈 你刚开始你画的时候和你锁最后勾叶金的时候 可能不太一样 你看这个叶子大家可能以为是这样勾啊 但是老师是这样勾的 也可以啊 也是可以的 小的话呢 很容易了 它就是一个 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但是这种的 大家会发现你是看不到它中间这个很粗很粗的这一个的 对不对 你是看不到这个很粗很粗的这一个的 因为它是垂下去的 那一部分我们是看不到的 所以说我们只能看到四个小的 和一个 两个 三个 但它基本的这个方向啊 它都是从中间的这个位置生长出来的 看到没有 还是这个向心性啊 对 主叶脉 主脉 看不到遮挡关系 大家很棒啊 理解能力太强了啊 很好 好 那么 基本上呢 你看这个翻折的 它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勾一下这个翻折的哈 既然咱们画了 就给大家稍微的勾一下 但它还有点潮 有点太湿了 可能会晕得特别的厉害啊 就是说因为它这个是翻上来的 所以说我们的主叶饼只是这样 就是中间这个地方 它被遮挡住了 我们是看不到的 然后呢 这边伸出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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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叶子 它不太一样了 它是从哪伸出来的 它是从这个位置哈 你看它是从这个位置 它们四个的方向 与它不同 然后它是从这个位置伸出来的 从这个 大家可以理解吧 然后这个叶子 把中间的主叶饼遮住了 咱们看不到 所以说咱们是这一块 这一块 可以理解呢 给老师恢复一个数字六 咱们把这个叶子 整体的组合起来哈 咱们讲一讲 这个枝梗 就开始画这个案例了 那么 这梗呢 这梗呢 它就是和这个第三节课哈 讲的这个荆棘 是差不太多的 那么我们用到的笔的大小呢 基本上是中号 基本上是中号的 那我们去刻画的时候呢 你从上向下也可以 你从下向上也可以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老师再右边画吧 咱们左边画一组叶子哈 你从向上 从下向上就是由粗到细 然后呢 粗一点 你看 粗一点 我缩小一点 没有看到下方 粗一点 然后呢 想转的时候 你看 我想调一个方向 我可能稍微的顿一下 稍微的顿一点 和竹子一样的 就是你不断开它 往上一直走就可以了 有一些这个方向的调整 那么我们去把这个叶子 组合起来哈 组合起来呢 我们先画叶也行 先画镜也行 就是说和兰花一样的 你可以先画花 你也可以先画枝梗 对吧 你先画枝梗再画花 看你喜欢哪种方法了 但是我给大家去强调一下哈 如果你先画枝梗的话 你的墨色一定要非常非常淡 不要太重了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淡 这样呢 你的 你看啊 如果说 你的这个很浓 然后你的叶子的墨色很淡 你不太清楚 它到底是叶眼枝 还是枝眼叶 能够理解吧 但是如果你的枝比较淡 然后你的叶子比较浓 它可以盖住它 你的叶眼枝是非常的明确的 这个是为什么 咱们先画枝梗的墨色要淡 大家可以理解吧 理解跟我互动一下哈 那么我们可以先画叶子哈 也可以先画枝梗 看你的一个个人的能力和喜好吧 我先画叶子了哈 叶子的话呢 我们去画的时候啊 就是把各个不同的姿态组合在一起 再一个就是说 确定好你主要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这个是我的第一片叶子 比如说这个是我的第一片叶子 对吧 它就是一个平眼往下垂的啊 往下垂的 然后呢 我再去画第二片的话呢 第一片叶子是整个画面中最重的一片叶子了 越往后画你的叶子的墨色是越淡的 那比如说我们在它的下方 哎 画一个下垂的 画一个下垂的 对吧 然后我们在它的这个哪呢 右上方 哎 我们再画一个这个上扬的也好 其他的各种姿态哈 你自己去想 我们去画一个这样 这种这种造型的啊 再越来越淡 这边画一个 哎 小嫩叶 对吧 上面一个小嫩叶 可能在它的叶子和叶子还有遮挡呢 叶子和叶子还有遮挡呢 对吧 我们在它的这个下边 再给它去加这个 再加上这个叶子 哎 这里呢 加着加着会发现这里有点齐了 哎 我们在它的这个下边 你看 我可能再加 再加一个叶子 就是围着第一组 像左上右上 左下右下 各个方向 我们去给它去加 你看 单看 下边 哎 是一个什么 一个口 两个口 三个口 品字形 正品字形 组合 单看下边 它是一个口 两个口 三个口 一个倒品字形组合 其实和竹叶的组合关系 是一模一样的哈 那么中间的话呢 你看我们在后面 再穿上这个镜 你看 再穿上这个镜 对不对 它就能够生长在一起 连接在一起了哈 那么这个叶子是这样的 往下弯的啊 这个呢 是往下垂的 这个是往 往下弯的 这个是一个小叶子啊 不会这个挡住了 这个三个的 这个是往下垂的 大概是长这样子的哈 大家能够理解吧 我这个小叶子呢 有点远 是吧 我这边可以再出去一个镜 连上去 这样子它就比较 协调一些哈 如果理解 回复一个数字 9 就是把你学 穿插竹叶的那一套 再搬到这里来 继续用 只不过是叶子的造型 不同了而已 好哈 我们来拿出自己的作业 作业纸 我们来画一下这个案例哈 花案例呢 我们先用大号的 就是 煎好毛笔画 花 叶子要浓吗 我们用你的大号的煎好毛笔画花哈 哎 刚刚老师刚讲过这个问题哈 有哪位同学可以给陈荣同学回答一下 我看一看大家听得怎么样啊 有没有认真听讲呀 陈荣同学可能来的有点晚了 没听到啊 听到同学给他解答一下 好 然后呢 大家找到你的画面的中分 横着的这个中分线哈 横着的这个中分线 我们先来画第一个花 第一个花呢 是画面中这个正面的黄色的 这个正面的 正面的黄色的这一个啊 它的位置在哪里呢 它的位置哈 大家找买上边的这个中分线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看找一找它三分之一在哪 三分之一左右 三分之一 左边呢 往左两厘米就可以了 往左两到三厘米就可以了哈 对着大号的煎好毛笔哈 往左三厘米左右 哎 在这点一个点 这个是这朵花的花心的位置 大号的煎好毛笔哈 大家可以用中号的 我建议用大号的哈 但是你可以用中号的 好的 好的 那么我们来调一下墨色哈 嗯 拿出大号煎好毛笔 笔上调点水调淡墨 拿出吸水纸啊 笔上呢 调淡墨 哎 看啊 调淡墨色 看到没有啊 调好淡墨色之后呢 我们笔尖取笔尖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墨色就可以了 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啊 不用特别的多 因为我们是来画画头的哈 笔尖取一点 哎 取一点之后呢 我们调调 调在这个边上啊 找个边没有墨的这个地方 哎 我们给它调在笔尖 立着调 调在笔尖 转了圈的调啊 调好了之后呢 细细笔根的水 啊 水不要太多了啊 水稍微的少一点 就可以了 水稍微的少一点啊 水稍微的少一点 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画第一个画了哈 咱们复习一下哈 相信大家在国庆期间 我看到好多同学都没出门哈 没出门你肯定是在家画画呢 是吧 织眼液一般不画啊 我们最多表现的是 叶眼枝和织叶互不交叠 叶 这个织眼液基本不表现 很少 很少很少哈 如果你想表现的话呢 就是叶子淡一点 织比叶子重 那么这朵花的大小 大概是一个颜料管 再加白色的部分 据说一个颜料管 就是12厘米左右 大号尖号毛笔 大概横着12厘米左右 宽 竖着大概12厘米左右哈 可以把第一层画的稍微的 这个大一点 长一点 然后呢 钉头按下去 拾起虚收 拾起实收 都是可以的 围着它 左右 有点高低错落 叶子有点长 短区分 还是高低错落 有点粗细对比 有点 疏密关系 家 左右左右的去家 对不对 一定要把他的向心性 给他去啊 表现出来 哎 左右左右的去添加 叶子有的粗 有的细 有的完整 有的被 遮挡了 那么 哎 我们再去家的时候呢 不知道同学们 在家里练的怎么样哈 能不能逆时针 哎 能不能逆时针 或顺时针的一圈 自己去刻画出来了啊 对于这个 从右下 往左上去画 能不能 很好地掌控了呢 像星星 来 给他表现出来 一圈 围着他走 墨色呢 也会越来越淡 越来越淡 越来越淡 从右下 往左上 哎 也可以从左上往右下 虚起实收 都是OK的 越来越淡 看这个 已经非常非常淡了 是吧 这是第一 第一层啊 大概就是 你看 一个颜料管 9厘米 我这个颜料管 是9厘米的哈 9厘米 然后 不要去调墨哈 如果你实在没有墨了呢 你就 从这个 淡墨的碟子的水 就是说 流动的这一部分 你稍微的取一点点 实在没有了 你去取哈 如果你有的话 你不要去取 我们从第一层的 这个位置 从第一层 第一片的这个位置 来给他去加第二层 你看 这个浓淡 是不是一下就呈现出来了 一般咱们就给他画两层 就可以了 稍微的灵动一点 有的地方 你看 可能我不想加 不想加可以不加 加 不加的 看你自己 加短一点 加长一点 看自己的一个 这个花形 这个地方 不想加 好了 可以不加 第二层 错落着去加 这个空 很大很大 怎么办 我们可以加 你看 这个加的稍微的长一点 对吧 这个都是可以处理的 这个是第一个 第一个花头 一个颜料管 大概你看 差不多 加上白色的位置 一个颜料管 大概差不多 加上白色的位置 老师的是 12毫升的颜料管 这是第一个花 我们就画完了 那么第二个花的话呢 大家能跟上吗 因为有的同学 他在家里练了很多 这个速度是带我提升的 有的同学呢 过程假期期间 一点没画 是吧 一笔没动 就出去玩了 放松心情了 也很好 但是呢 应该是生疏了一些 我感觉 应该是生疏了 能够跟上吗 大家 如果没什么问题 我们就来画第二个咯 那我们来画第二个了 我没有看到同学提出意义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找到这个中分点 这个左边 中分点往左 这一块 你找到它的中分点 中间的一半 找到它中间的一半 然后往左一厘米 往左一个手指 往下一点点 就是大概往下一点点 点一个点就可以了 基本上 就是离这个线很近 这个线在这 离这个线很近 你画大了 你就把第二个画小一点 你画小了 你就把第二个画大一点 好不好 等一下是吧 可以啊 我们等了一分钟吧 已经一个小时了 大家也可以休息一下 我们这个九分的时候啊 八点零九分的时候啊 我们就开始画好不好 稍微老师也可以休息一下 我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左眼特别的 特别的疼 左眼左上角 感觉都要爆炸了 第一朵画小了 可以把第二朵画大一点 第二朵画小了 这个第一朵画小了 第二朵画大一点 第一朵画大了 第二朵画小一点啊 只要这两个稍微的 有点大小的区分就可以了 好不好啊 咱们稍微等一点 再等 应该是不到半分钟了 咱们就来画 第二朵 今天上午还好好的 今天下午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其实 我是怎么画的 其实我今天速度 我感觉应该是比较慢的 我是怎么画的 我是把左眼闭起来 我只用右眼画 我的左眼的前边 挡了一张纸 好 那么咱们来画这个 第二朵画 第二朵的话呢 就是 墨色和第一朵 差不多 有浓淡区分就可以了 我们就蘸一点 淡墨碟子里的这个 你看啊 这个流动的墨 是不是啊 有点水的这个地方 我们蘸点它就可以了 它呀 不是很重 你看啊 老师的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吗 它不是很重 要比这个啊 稍微的重一点点 但不是特别的重 比这个要重一点点 但不是特别的重 啊 就用基本上这个墨色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有足够的水之后 我们用从这个 浓墨的碟子里边啊 笔尖 刚刚是笔尖 取浓墨 你这个差不多也是 笔尖取浓墨 这个笔尖的三分之一 或四分之一取浓墨 也是差不多的 然后我们稍微的调一调 你笔上的这个墨色 今天一节课 讲得完 主要是我现在是 一只眼睛在工作 可能会稍微的慢一点 这个花呢 也是 这个正面的 大小的话 比它小一点 刚刚咱们也说了 你画大了 你就把第二个画小一点 你第一个画小了 你就把第二个画大一点 有所区分就可以了 然后它也是一个正面的 跟刚刚的绘画的逻辑是一样的 有高低错落的变化 有粗细长短的区分 有疏密的关系 有完整和遮挡的一个表现 转着圈的 左右 左边 完了 右边 右边完了 左边 我们都是有一个向心性 给它画的 你看 这个老师 基本上 是不到一个颜料管的 一个颜料管 去掉一个小盖子 我要 画的比第一个 要小很多 从这个 下往上 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大家你可以 从 左上 往右下 不非得 不是 非得像老师这个方向 你可以和老师方向相反 然后呢 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 其实墨色 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是越来越淡的 我们还是用这个墨色 继续的 给它去加第二层 你看 浓淡 区分就出来了 但是呢 它又没有说 对比很强烈 是吧 对 肝火太旺了 这个是怎么办呢 好像 我的肝火是比较的旺 加第二层 按照你第一次 加第一层的一个顺序 去加第二层 越加 你看 甚至出现了 肝比枯比的一个状态 肝骨 肝比枯比的一个状态 那么是很好的 它就有了浓淡肝式的变化 整体的一个小菊花 你看啊 一个颜料管 看到没有 刚刚是一个颜料管 加白色的位置 现在呢 我是一个颜料管 所以说这两个花的一个大小 你看 是很明显的啊 好像很明显 又不是很明显 就是 有大小对比 但是不会特别的强烈 不会给人一个视觉上 特别强烈的冲击 咱们就是寻求的这种 比较协调的对比关系 那么继续啊 我们找 第一朵花 的 右上方 这个空白的位置 然后再菊花水吧 好的 明天就安排上啊 那么 我们来找一下啊 这个边 这个边 这一半哈 我们取中间的一半 中间的一半 就可以了 往下 往下十厘米 就是啊 就是在这个花 第一个花的上边边缘 往上 这不是有一个 一个线段吗 你给它分成三份 取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三分之一啊 大概在这 能够理解吗 就是第一个花 上边分成三分之一 这边取一半 下面连成一个线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画完之后哈 就点好点之后哈 我们还是画完一朵花之后 调一次墨色 但是呢 你越调哈 就是说你的墨是越来越淡的 因为你的花 第一个最重要的在这 所以说你第三朵花 去取的话 就从你的浓墨的 这个淡墨的盘子里边 你看 有一些干的地方 它这个干的地方 墨比较重 你稍微调一点就可以了 稍微调一点哈 从 如果不够的 你就从浓墨的碟子 干的边边上 稍微的取一点 这个地方已经完全干了哈 可以看到吧 很干了 这个下边是湿的 然后这个花呢 它朝左上方 朝左上方 是一个粗放的 就是它比较小一点 二 三 它是一个半个的 半个朝左上方的 有点高低变化 就给它花一半 就是了 往下稍微短一点 然后这个上面很有意思哈 你看我不小心的 画的比较笔直了 是不是一个斜线了 那么咱们说 不要一个斜线 所以说呢 我在它的这个上面 再加一层 这个时候 你看第二层的作用 其实就是打破你 第一层的这个 一些比较 相等的变化 相同的 这个变化 对不对 你看 我再去加第二层 这样它就会有一些区分了 这样就会有一些区分了 半个朝左上侧面 侧面的 在这朵花的右下方 大概呢 就离了四五厘米 很近很近的 我们在这里点一个点 画一个朝右侧的 就是说朝向各个不同的方向 就可以了 不要说 还是一个斜线 是吧 我再加一个 再加一个 稍微的 有点区分就可以哈 我们就用笔上所剩的 这个稍微重 这个淡一点墨色 站 淡墨碟子里墨就可以了 你站的墨是越来越淡的 现在都没有去取浓墨了 所以说你盘 你笔上的墨色是越来越淡的 找一个朝右上的 也行 跟案例里边垂下去的 朝右下的也行 这个都是可以的 简单的四五个花瓣就行 不用太复杂 稍微给它就是 有一个意思一下 有个小菊花就行 这样的你的画面中 有大的 有小的 会比较的好一些 大家有画完吗 如果画完了哈 我们就把它的花心点上 把它的花心 去浓墨 去浓墨 点在淡墨的碟子里边 笔上还有淡墨对吧 我们去给它点上花心 先点第一个 花心呢 按下去提起来 按下去提起来 中间的大 而密集 周围的小而稀疏 我们这样子 再点上去 哪里不要画斜线老师 就是这个花 你看老师的第一层的 这个花 是一个斜线 所以说我加了第二层 你看高低错落的 这个感觉 就是把它的花瓣 不要是斜线 但如果不是很明显的话呢 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我们给它去 你看点上 这个时候其实 我的笔上的墨色 已经是越来越淡了 你可以看一下 花托 这边也是花托 大家可以看到 我放大一点给大家看 这个墨色其实很淡了 它俩如果一笔的话 所以说重的花 要用重的花心 淡的花是淡的墨色 但是其实你是 一笔调下来的 有浓淡的这个感觉 对吧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给大家说 我们先画叶子 再画镜 因为你画上镜之后 你的一些叶眼枝 或者说枝叶互不交叠的 一个衔接关系 不太好去处理 所以说我们先去画叶子 再去画 镜 先用第一片叶子是这个 一定要用大号尖号毛笔 千万不要用其他的 你可以用提斗笔 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要用小于 大号尖号毛笔的笔 就是说你的笔头 要大于三厘米才可以 因为这个叶子是很大的 这个叶子大概和一朵花 是差不多大的 它很宽 也很长 那它的位置是哪里呢 就是下边的 一半 大家找到中峰点 中峰点 大概是在这儿 这个位置 点一个点 大概就是它的第一片叶子的 起笔的位置了 第一片叶子的起笔的位置 它是很大的 一个颜料管长 一个颜料管宽 是很大 好不好 那么我们去取叠子出来 还是用这个大号尖号毛笔 继续画就可以了 取水多一点 你取大概是半笔 半笔清水 大概就是两个半笔 就是一笔清水 这个中峰线的一半 山不涮水转同学 就中峰线的一半 下边中峰线的一半 下面的正方形的中峰线的一半 好不好 很好理解吧 好 调好了 两笔清水 你把这个笔上的墨色调淡一点点 然后笔尖 就是笔的三分之一去浓墨 看到没有 很多浓墨 然后 大家看哈 老师的水 老师的淡墨 积在哪里 积在右边 那我把我的浓墨调在哪里 我调在左边 那么你的盘子就是 右淡 左浓啊 给它调一下 平放在这 它俩会 它俩会 你看它俩会慢慢的流 流到一起去 但是基本上还是左边浓 右边淡的 定号位置了 这个哈喽 还有山不转 水转同学 好 我们来画了 测风 大号 尖号 毛笔 从这个点测风 藏风 起笔也好 漏风 起笔也好 直接 你看 划上去 其实 这一笔 你看 这一笔就很大了 它有多大呢 它有多大呢 颜料管去掉白色的位置 这个位置 它很大 很大 很大 你看这是第一笔 就很大了 它有多宽呢 我觉得不够宽 你看 我觉得是不够宽的 我再补一笔 我让它更宽一点 它的宽度 大概是 我看一下啊 大概是这个 颜色往下 加上白色的位置 你看 它其实是很宽的 很大的 所以大家不要用小笔去画 你可以用大的笔去画 然后呢 我们说过了 不要去调墨 是不是 你还可以去 继续去画第二片叶子 那么就是说 它的 无名和食指了 对不对 右边 左边 都可以去加的 那么我们还是测风 再去加上第二片 因为这个时候 其实你的笔上的墨色啊 包括水分啊 是比较少的 你再可以再补一笔 它的一些干湿浓淡 在一片叶子上的呈现 其实是很好的 叶子可以从下面的花头 开始花起嘛 然后往下走 也行 但是呢 我们的那些叶子的墨色 比较淡 还是从最浓的开始 画比较好一点 你也可以从那里开始画 浓川统学没有问题的 然后第三片叶子 还是不要去调墨 你慢慢的 顶多再补笔呗 对不对 可以补两笔 可以补三笔的 补上去呗 它很干的 老师的笔都没有去占 老师没有 就把盘子漏在这 咱们是一样的 然后第四片 你看 它慢慢的一些 非白呀 一些这个淡墨的一个感觉 它慢慢的会出来 第五片 对不对 你可以补 哎你看 慢慢的 它没有墨了 你就慢慢的勾出来呗 我放大一点给大家看哈 大家可以看到吗 浓 淡 对不对 淡 干 湿 一片叶子上 它都有浓 淡 干 湿的变化 那么实在是 有些同学 这个 这个纸啊 它很吸水 它又很不阴的话 你可以去中间去取墨 你怎么去取墨呢 你就取 你就是直接 去取一点这个淡墨色 看到没有 右边是淡的 左边是浓的嘛 你稍微的去 去 取一点淡的就可以了 但你像我们画完一片叶子之后哈 我们就要先取一笔淡墨 你先让笔上有淡墨 然后你再去取这个浓墨 这个盘子里边有浓墨 但是我们也要去取浓墨 因为要和第一个的墨色差不多 那么你可以刚刚啊 是笔尖取淡墨 对吧 但是你的盘子里又有淡墨了 所以说你要稍微的取少一点浓墨色 可能笔尖的三分之一啦 或笔尖的四分之一啦 稍微的取一些 这样子 这样呢 它才不会说你的浓淡差距特别的淡 你的还没有干枯 那就继续画第二朵 跟案例的不一样 你喜欢湿湿的是吧 湿湿的你也可以啊 都可以的好不好 一会儿老师给你画一个湿湿的哈 都给大家画出来 湿的干的啊 不同的时期的一个个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那个是我前期 你看那是新丑年 前年的啊 前年画的案例了 很久了 然后我们来画第二片叶子哈 第二片叶子是哪个呢 我们是这个 是这个 这个的话 大家找到中间 右侧 然后你把它平均分成一半 也是平均分成一半 然后大概是一半往上一厘米左右哈 在这个位置是7B的一个位置 咱们这个给大家画一个完全湿的好不好 完全是湿的 你看看你喜欢哪种风格 你就自己去找 你喜欢那个风格就OK了 好 它是这样子的 它是这样子来的 它就是说静在这儿啊 它是往上扬的 这个老师啊 刚刚在分解的地方给大家去讲过了啊 我们可以漏风也可以 藏风也可以 直接按下来 漏风按下来 一笔 不够大 你再补一笔就可以了哈 补一笔就可以了 我就对答应大家话实实的 我补一下哈 不要有太多非白 然后呢 怎么样你看 前面的大 后边的小 那么这边 这个就大一点 那么不是有同学喜欢湿的嘛 对不对啊 非常湿润的嘛 那么如果 那么我们就需要中途去取水 取墨了 你就不能说一笔画到尾了 因为你看 你如果再去画第三笔的话 它其实就会有非白了 但也还好哈 那你可以去取墨色 取呢 你就取这个 直接从半墨碟子里边 你看去取这个墨就可以了 不需要调哈 直接从它里边 取大概半笔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哈 然后呢 你看 我们给它补一下 因为我觉得它有点小 我们是可以补笔的 我们给它补一下 它也没有很干 然后下面的两个呢 这边大 对不对 这边的比较大一些 然后这边的比较小一点 然后里边 我们给它补一下 顺这个基本的一个方向 这个是比较干的 你看 它的其实它的干湿浓淡变化 比较丰富 这个是比较湿的 它也有干湿浓淡变化 但是它没有下面的这个 那么的强 而且它基本下面 这四片的墨色差不多 区分有 但是不大 所以说你可以去选择 你喜欢的 好不好 你喜欢这种 你画这种 喜欢这种 就画这种 都可以的 然后我们来画第三个 第三个叶子在哪呢 第三个在这 这一个 就是说第二片叶子上面 它有一个叶子 它是怎么样子的呢 它是先往下 你看 它是先往下 往上扬 然后再垂下去 就像一个 小帽子一样 先往上扬 再往下去垂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那么我们同样也是 取调墨色 调墨色 要调的越来越淡 所以说你如果 淡墨碟子里没有水了 你就取一笔清水 画叶子需要的水比较多 你取一笔清水 把你的笔呢 调的淡淡的 看啊 调一笔清水 把你的叶子调的淡淡的 调淡淡之后呢 刚刚是笔尖的 笔尖 后来是笔尖的 这个 二分之一 现在我们就是笔尖 笔尖的二分之一 就笔尖的一半 我们去取浓墨 就墨是越来越少的 你的叶子才会越来越淡 取一半 然后我们就可以吸一吸水 刮一刮水分了 先画第一片 也就是说先画 往左上去的 你看啊 先画往左上去的 一笔也行 两笔也行 给它补出来 然后第二片 可能稍微的 我就小一点了 第三片呢 我就可能稍微的 你看 虽然它干了 但是它比较大 你看 大一点 那如果 我的同学说了 老师 我又喜欢稍微湿一点 又有点干一点 就是这种 我喜欢它干 但它不喜欢太多的 非白的话 你可以稍微的去取一点 淡墨色 就是稍微站一点点 笔尖呀 站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然后你看 第四片 它有干的 又湿的 第五片 大一点 它好像是干的 但是呢 它里边 它好像是湿的 但它里边 还有一点点干的 就各种不同的情况 老师都给大家讲到 这个是一笔水不沾的 这个是不停地去沾水的 这个是呢 沾一点 但不多的 就大家 你喜欢哪一种 你自己去选哪一种 选 你就选好 自己去练就行了 你喜欢这种 单独去看这个的回放 喜欢这种 单独看这个的回放 是吧 都可以的 那么这三片叶子呢 咱们就画的差不多了 画完之后 咱们继续往 往下去走 咱们画这一片叶子 画这片叶子 这个叶子呢 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它比较的长 这些叶子 它都比较宽 是吧 这个叶子 咱们给它画长一点 这个感觉 叶子乱七八糟的 因为还没有画完 还没有给它 勾上叶金 它乱七八糟的 勾完了 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我们笔尖 笔尖的三分之一 稍微取一点点 让它更淡一点点 然后我们 给它去调一下 调在笔尖 第一片距离第二片 远了咋办呢 你就给它补上去 你说这两片远了怎么办 没关系的 咱们一会老师会告诉大家 怎么办的 怎么处理的 老师一会会告诉大家 因为老师这个空也有点大 老师会一会再带大家补一下 好不好 这个叶子 你看它都比较宽 差不多是一个颜料碗宽 差不多是一个颜料碗长 所以说它是 就是说 宽的 它像一个正方形里边 掏出来一个叶子 那现在呢 我们画一个稍微长 细长一点的叶子 细长一点的叶子 怎么画呢 老师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你的第一笔 你看 按下去 走笔的距离是比较长的 看到没有 就是说你行走的距离 它比较长 但是你按了 大概就按到笔度 它就是比较窄 我们不会给它画的特别的宽 然后你也可以画的宽一点 就是说 长 宽一点 下面的叶子也是的 你看 走笔 你就往它拖就是了 往后拖着走 它就更加的长一些 就是各种不同的情况呢 老师都给大家去讲到 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 咱们自己来决定自己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 倾向 这个更 你看 更窄 更长一点 是吧 这个可能四四方方一些 就是不同的 这个往后拖着走 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往后 侧峰更大一点 这个侧峰更小一点 这个是往后走笔的距离短一点 这个是走笔的距离长一些 都可以 然后呢 我们再来画第五片叶子 第五片叶子 直接取这个淡墨色 你看 直接把你淡墨碟子里的水 吸走 稍微的刮一下 如果呢 你想要一点点浓淡变化的话呢 找 你看老师 老师的手是干的 对不对 我在这里蹭 还是干的 就是找这种干的地方 我们稍微的取一点点的 种的墨色 让它有一点浓淡区分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 去干的那个地方找 那么你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个上方 这个叶子的上方 我们给它去找一点 找一点这个什么呢 就是说这两组中间 这个夹缝的地方 我们给它去找一个往上扬的 因为它进花了嘛 就是说这个叶子会稍微的小一点 这种小的嫩叶 小的嫩叶 你看 小的嫩叶 漏风 藏风 都可以 包括 这个花的 这个第一朵花的下方 你看啊 一片 两片 三片 对不对 这里再加一片 小的嫩叶 然后呢 我们笔取半笔清水 调一调笔上的墨色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去加 叶子更淡一点 那么你像老师的这个地方 和我的案例里边不太一样 我这个叶子画的小了一些 应该是一个半颜料馆 差不多 然后这个地方我怎么去处理呢 同学们 怎么我去处理这个这个问题呢 哎 我们可以啊 调浓一点的墨色 和第一片叶子 第二片叶子的墨色 差不多浓一点 我们画一个 平眼的 还记得吗 就是 这样的 一笔 两笔 三笔 看不到其他的了 就能看见 一笔 两笔 三笔 四笔 五笔 看不到的那个叶子 大家还记得是 是怎么样的一个造型吧 你可以再画个四笔 和其他叶子 你看 加了这 一二三笔之后 它就很近了 它很紧凑了 对不对 这边可以加一个小的叶子 就一片 就加一片 它就是很近了 很紧凑了 很紧凑了 那么现在呢 咱们不加其他的了 我们穿上这个净之后 我害怕在家 大家有点迷糊了 咱们穿上这个净之后 加一下其他的这个小叶子 净的话呢 大家换中号的剪好毛笔 中号 中号剪好毛笔 然后呢 调一个 相对来说淡一点的墨色 我还是用大号哈 调一个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淡一点的墨色 大家可以看到吗 相对来说淡一点的 比这个叶子来讲的话 哎 你看 比这个叶子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淡很多的 哎 我们用中号的剪好毛笔 大概的调一个这样子的墨色 我们先把它的这个 净啊 给它去加上 去加净的时候呢 没有完全到纸的边缘哈 就是在纸的边缘 大概往上 还有一个颜料管 去掉一个小盖子 那么多哈 大概在这个位置 上下 浮动就可以了 没有到很边缘线的位置 那么我们 从 第一个花 第一个花 你看 我们 哎 给它穿下来 哎 穿下来 有点转折变化 大家可以先看我画哈 这个位置我们不太清楚了 哎 可能给它 给它画一个镜 啊 下面我们不太清楚了 因为有叶子嘛 对不对 然后穿过来 转 越来越粗 哎 越来越粗 转下来 你看 一个S型 对不对 一个S型 大家可以画一下 第二个呢 还是用这个淡漠色 大家可以先画哈 我等大家一会 你画第二个 缩小一点 是吧 好 第二个呢 是这样的 穿过来 啊 有叶子 我们不知道去哪里了 啊 然后 下来 转 来 转 转 有点转 你看这个是 C型的 这个是S型的 咱们先画下面的这两个 上面的那个 我给大家捋一下 上面的这个呢 你看 它是这样 过来 然后穿下来的 穿下来呢 然后过来 过来 过来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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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最左边的 反而它是最左边的 虽然它在最右边 我们先画上边 你看 转 游戏 慢慢慢慢的 倒粗 倒粗 转下去 转下去 不知道去哪里了 不知道去哪里 这里就不用管了 不用管了 大概的 大概的 拐下来 拐下来 有点 转折 到这个位置 这两个离得近一点 这两个离得远一点 有点 疏密的关系 然后把第四个花呢 你看 顺着是 给它连上去 让它长在一个镜上 就可以了 让它长在一个镜上 就可以了 就不用再画一个了 画完了吗 那这是上边 这个是下边 那么我们继续的来画叶子 你穿上这个镜之后 我们加一些叶 枝互不交叠 枝也互不交叠 就比较好加了 像这些叶眼枝了 它比较 这个不好处理一些 我们先加下边吧 好不好 加下边 我们继续还是用 大号煎好毛笔 大家换一下笔 不要用中号了 咱们用大号的 咱们用大号煎好毛笔 我们就是比这个墨色 淡一些 和这个墨色差不多的 中等偏淡的一个墨色 在它的下方 去给它去加一些叶子 因为它是密集的嘛 下面就要稍微的稀疏 从中间向四周 逐渐过渡 变稀疏嘛 我们去加一下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V 这个就是一个V侧的叶子 对不对 下面大 上面小 一个 这个 这个三个叶子 你可以叫它嫩叶 你也可以叫它残缺的叶子 咱们这个也不太清楚 还靠自己的一个理解 没有声音了吗 其他同学能不能听到声音 这个小诗同学听不到声音了 往上面看一下 是吧 咱们一会儿 一会儿 倩倩同学 咱们先画下边 然后你看这个稍微淡一点的墨色 我们给它去加一点这个叶子 三个的也好 一个的也好 下面就变得干枯一些了 放大一些 下面就干枯一些了 它些这个老叶子嘛 所以说 下面 可以用一些枯笔 干笔 加上一点就可以了 你不用加的很多 让它呢 有 你看 让它稍微的往下 越来越少 这样子的一个过渡 稍微越来越少 这样子的一个过渡 那么这个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由多逐渐到少的 对不对 你看这些叶和枝互不交叠 它只存在生长关系的话 其实是很好去加的 但如果你要是加叶眼枝的话 其实不太好去加 是吧 然后上边的话呢 我们看啊 也是从干的这个地方 稍微的取一点重的墨色 不要太重了 往外往外去加一个 课前的老师也给大家去讲了 你如果有一边特别空的话 你看啊 现在这个边缘上 大家看到没有 没有东西啊 现在这个边缘上 你看啊 老师拉上去 你看左边和右边 它是空白的 是不是 所以说它两侧是很空的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 我们去加一点这种 这个叶子 让它的这个空 不至于那么的大 我们去加上一些 你可以先加下边的 然后你再去加上边的 在这边一个 对不对 它的这个边缘就没有那么空了 是不是 像你下面一会儿再加点其他的东西 这个画面相对来说是比较饱满的 然后上面的墨色淡一点 三片叶子 在这边加一片 这边加一片 给它去加上一些嫩叶 就可以了 不加太多了 它就是一个逐渐变少的过程 就是一个逐渐逐渐变少的地方 你比如说老师 我的这个地方啊 我觉得还是有点太空了 那么同学们咱们不加很浓的了 咱们就可以加一点淡的 你看啊 你的笔上调一个很淡的墨色 有多淡呢 老师画上去给大家看一下 很淡 看到没有 非常非常淡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它淡 它干了之后啊 比这个墨色还要淡 看到没有 它干了之后 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虚的 几乎透明的一个墨色 我们加上去以后 它能够把这块空啊 补起来 让这块呢 非常的扎实 又不会觉得整体的 这个墨色的变化不够丰富 好不好 好 现在呢 我们的叶子啊 花啊 其实画完了 我知道很多同学 还是会觉得它有点乱 但是咱不急 咱先调一下颜色 用藤黄 属红 还有 褶石 大家把它挤在一个盘子里 就可以了 藤黄 和褶石呢 我们去调这个黄色的花 然后属红呢 我们去画那个红色的花 老师这个还是属 这个过程节之前 没有用完的那个颜料 我不挡着大家哈 我在旁边 慢慢的磨 你像画菊花的话呢 我们经常去画这种黄色 为什么去画这种黄色 大号尖号毛笔哈 为什么去画这种黄色呢 其实菊花的话呢 它是有很多很多品种的 特别多的一个品种 有几万种 大概现在应该有三四万了吧 我感觉 然后呢 它 这个黄色的话呢 它是皇室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哈 这个 皇帝啊 皇后啊 他们都穿的那种 金色 黄色的龙袍 是不是 正黄色龙袍 它其实就是一个 皇室的那种权力的 一个象征啊 富贵 权力的一个象征 所以说 我们常在画面中 画一些黄的 然后画一些红的 紫的 都有 但是呢 就是也会画一些白的 但相对来说呢 就是没有染色嘛 就是白色的 对吧 白色的话呢 是一般祭祀啊 或祭奠呀 什么的时候 就是扫墓的时候 用的会比较多一点 扫墓的时候 用的会比较多一点啊 你像这个黄色呀 红色呀 紫色呀 蓝色呀 它都有自己的一个寓意在那的 好不好 随着大家可以 画一些自己喜欢的颜色 包括不同的花 啊 就是说不同的品种的花 它的这个寓意也是不同的 你像日本 日本其实 黄的家 藤皇家者是 你像这个日本的话 它其实 就是把这个菊花 当成果花嘛 他们就是说 很像 太阳 它这个菊花 很像太阳 然后他们就说这个 他们信奉天皇嘛 就是说天皇是天照大神 然后 所以说呢 他们其实也是非常喜欢菊花的 但是菊花哈 但今天给大家去说一下 这个梅兰竹菊 全部都是中国 它是中国原有的 独有的品种 那么外国的话 它都是从中国引进的 通过正当的 或者不正当的方式 引进的 然后菊花呢 它是这样的 就是两个不同的品种 就可以杂交出 另一种品种来 所以说它是 它的品种是倍增的 大家能够理解吧 这个菊花特别有意思 就你两个不一样的品种 就可以杂交出第三个品种来 所以说它两两 就可以产生一个新的 就是很有意思 所以它的品种是递增的 不像说现在 现在是吃迷糊桃的季节 是吧 迷糊桃的话呢 它也是中国原产的 新西兰那边是 不正当的行为 掠夺的 你看它是全世界 有54个品种 中国有52种 它是中国原产的 中国就52种迷糊桃的品种 它也是 这个 有机会再给大家去说吧 但是它的一个品种 就比较少 菊花品种是 很容易就杂交出来的 很容易 然后现在的话呢 因为还比较的湿 还很湿 过上液晶呢 不适合 现在处于 五分 处于五分杆 还不太适合 所以说我们现在去 画一下竹子 就是篱笆 因为菊花呢 它是多年生的嘛 它可以长得很高 我看到以前有个同学 他家种满院子的菊花 爬的到处都是 很漂亮 很美 所以说他需要一些 篱笆的支撑啊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淡墨 看啊 我们就用这个淡墨色 然后呢 和这个褶石色 稍微的融合一下 就有点像那个 干枯的竹子啊 就是 干了的竹杆啊 有点那个感觉 我们就用淡墨色 加一点点褶石就好了 褶石不用加太多 然后淡墨色 一定要淡 看啊 那没有 很淡 淡墨色 然后加褶石 淡墨色 加褶石 我们给他画上篱笆 那其实以前呢 有了有很多同学问我 老师啊 可不可以 从上往下画竹子呢 是可以的 竹子的话呢 在左下角啊 左下角的位置 我们用竹子的一个方法去画就可以了 短粗 到细长 对吧 然后到细短 你看 到细短 就可以了啊 那么如果说 从上往下去画呢 是这样的啊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从第一个画 第二个画之间 它是有一块的啊 就是说从上往下 有点倾斜 下来 不要对接啊 可能在这儿 可能在这儿 你看 然后 它是可以 从上往下去画的 但是呢 我们习惯了从 我个人喜欢 从下往上去画 都是可以的 然后两根竖着的 篱笆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当篱笆的 所以说呢 我们再画一个横着的 斜着的啊 斜着过去 那样它的右边 又不会特别的空了 直接穿就可以了 它就需要绑在一起 这边过来 往上 穿过中分线也可以 中分线下边也可以 都是OK的 然后我们用 稍微重一点的墨色 给它勾上竹节 会有点快吗 会有点快吗 大家 因为我觉得 这个竹子的话 我们学过去很久了 大家有没有在 假期里面 到底有没有练呀 因为我看到好多同学 说在假期里面 是有练的 所以说我竹子的话呢 稍微的快了一点点 那我再慢一些哈 有个同学说太快了 那咱们再慢一点哈 大家在这个 国庆假期今天偷懒了 是吧 我刚刚问 大家有没有练呀 大家好多同学都说练了 原来大家还是觉得快哈 有的同学还是没有动笔的 我以为就几个同学没有动笔呢 我慢一点哈 我们画一下这个竹节 花还没画完就太夸张了吧 哎 用你的方式 给它绑上小绳子 就是十字架 穿过来 两个夹角的地方 十字架穿过来 穿过来 给它绑上就可以了 这个不用给它绑的特别的好看哈 画还没画完 就来的有多晚呀 这个来的太晚了吧 哎 大概的吧 这个篱笆给它画上 就OK了哈 那等大家一下 大家回复我一下 画到哪里了 画的话有点太夸张了 怎么可能画还没有画完呢 我等大家一下哦 还没有上颜色是吧 好的 颜色你不用现在上 你可以下了课再去上颜色啊 你可以下了课再去上颜色 这个颜色是不急的 等一会儿 等到下课你可以再补上颜色啊 这个是不急的 不一定是先画颜色 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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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的话呢 我们继续哈 还是用这个竹子的这个 这个颜色啊 就是 淡墨加折石 我们给它画上小草 淡墨加折石啊 给它画上小草 让它的这个根部 不是那么的空啊 然后呢 你就用你的大概是中号 中号或者是大号 我一直都是用大号的 我们这样子给它 加上一些小草 你看长的短的 可以先画树枝 再画叶子吗 可以呀 这个咱们不是刚刚有讲过吗 高高低低的 你看长长短短的这个叶子 我们去给它去加上 入比药高低的变化哈 叶子有粗的有细的 整体 整体呈现出这个 一个弧度 就是说和我们的 这个叫什么呀 支梗 支梗的一个线条 吃差不多的 给它去加上一些 没有听清什么颜色 配什么颜色是吧 藤黄加褶石 去画黄的 鼠红画红的呀 和上节课的配色 是一样子的 继续用这个点 你是说 竹杆是吗 竹杆用淡墨加褶石 这个英文 安拉同学吗 给大家回复了哈 你可以用横的点 你看你可以用横的 也可以用竖的 给它去点在这个根部 水呢 可以稍微的多一点 高低错落的 还是用画小草的那个 墨色颜色哈 用小草的那个颜色 我们去给它点上 外边干一点 绑绳没看明白是吧 好一会儿我再跟你说一下哈 就是点上这个台点 台点咱们怎么点来着 有浓淡跟湿有树密关系 对不对 中间比较多 植物的根部多一点 然后中间这个是主要的 那咱们就给它画多一点 往周围就输 这个变少 绑绳就是左右交叉 随便画就行哈 一会儿我给你演示一下 好不好 就是你看 它不是有一个十字吗 这个角连过来 这个角连过来 绑两根也行 绑一根也行 这样绑上就可以哈 好不好 这个波波同学 然后我们呢 哎 调淡墨色 淡墨色调出来 快的同学还是很多的哈 假期练的同学 我看到都很快 是吧 然后呢 我们笔尖取 这个笔尖取浓墨啊 然后我们调一调 笔上的这个墨色 刮一刮多余的水 我们要用稍微浓一点的墨去勾 你要比叶子的墨色重才可以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笔尖取浓墨 然后但是笔上要有淡一点的墨色 然后我们放大哈 找到第一片叶子 勾出来 你可以先勾 这个 主叶金 然后再去勾辅叶金 边勾呢 我边给大家说一下 我刚刚在实操的地方 就是说 刚刚在分解的地方 没有给大家提到的一个点 就是 叶脉 这个叶金 它基本上 不会画在中间的位置 它基本上不会画在中间的位置 按照你画叶子的这个顺序来 我给大家分解一下这个 这是一片 中间 过来 一个 对不对 大家看我哈 先不要画一个 然后两个 三个 大家看到没有 我基本上都没有 怎么样 都没有画在中间 就没有给它等分的 你看这边 然后这边 有没有看到 它基本上是不会等分 就是不会把你的叶肉啊 平均分成两份的 现实生活中的 有这样子的叶子 但很少 有 但很少 基本上它都是长在 就是它都 会稍微的把这个叶子 分成两个 大小不太一样的面积 哪里不太明白呀 老何同学 哪里不太明白 你就问老师 你说老师 你哪里不太明白 就是说 我哪里不太明白 你再给我说一说 是吧 问一下哈 你要颜色的话 我有跟你说 对不对 假期就在家练习了 但老了 跟不上节奏 年纪比较大的话 可能就是说 我们脑子是明白的 但是我们的手 可能会比较慢一点 是吧 像小朋友一样 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 没有关系啊 你上课没有跟上 你下课了 再去重新 听一下呗 对不对 就不要着急 你不要给自己 特别大的压力 你不要跟其他同学去比 你就跟自己比就可以了 这个往下垂的 平眼的叶子 像你加主叶金 然后加 辅叶金 你也可以先 一个一个叶子 勾完之后 再加 那么你加上之后 你的这个叶子就有了 软的和硬的 就是它的一个血肉 骨 就比较完整了 因为老师呢 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边 我给大家去讲这些 无限的知识 所以说咱们的这个 其实我一节课呢 比如说这个叶子的知识 我都讲不完的 我只能穿插着 给大家去讲 然后下节课 还要给大家再去讲 这个知识是很多很多的 一节课 咱们是讲不完的 咱们只能说 抓紧去 去讲 然后量 教育一点吧 尽量不要教育一点 有点错落的关系 有点错落关系 连过来 然后这个高一点 这个低一点 这个高一点 或者说这个高一点 这个低一点 尽量有点错落的关系 不要浇在一个点上 都晕开了 说明你的叶子还很湿 你就再等一等 你就等下课了 差不多你的叶子就干了 你就再去勾 好不好 有是什么意思 因为咱们中国话的这个知识 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老师呢又 就是说想给大家都去 都去讲一讲 但是一节课呢 我又讲不完 所以说咱们就尽量的吧 我想让大家呢 就是说报这个课程 花这么多钱 对吧 咱们别吃亏了 咱们能学多少 学多少 所以说大家尽量就是 这一片小叶子 就是说多看几遍回放 然后呢 多去练 虽然说我们练 每天都练 每天都练 国庆都没出门 我天天练 但是我还是跟不上 那可能就是说 每个人呢 对于我们的知识的 吸纳的能力和速度 它是不太一样的 有同学可能快一点 有同学可能慢一点 对吧 咱们不要急 根据自己的一个节奏 慢慢的去学就可以了 这上节课的 老师我还没学会 你又叫一节课的 是吧 那你别听了这节课 你就去听上节课的 把上节课搞明白 再来听这节课的 是不是 咱们这个又不是没有回放 干嘛那么逼自己呢 慢慢的来就可以了 不要给自己很大压力 可能群里的同学啊 晒涂 就觉得别的同学学得好好啊 我好笨啊 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你不要 你不要跟别人比啊 你跟自己比啊 跟别人比自己 还就活不了了 真的 这个远一点 这个远一点没关系 我们把它煮叶饼 拉的长一点 对不对 你可以画完 一个叶子之后 画另一个叶子 然后再画下一个叶子 再画下一个叶子 你也可以 都画完煮叶饼之后 再去勾叶金 好一些了是吧 这个钉头鼠尾店的 好一些了 就是这个进步呢 有的时候是肉眼可见的 有的时候呢 它又比较慢一点 不太如你的心意 但是你要 稍微的 内心平静的去面对它 我们可以勾完一个 再去勾 你看 我们又要去讲新知识了 大家这个千万不要烦 你这个易捷课的知识 是源源不断的 我们去勾的时候 你看 这个 次要的 这个叶子虽然也很完整 对不对 它有五片 但你看老师勾的叶金的数量 会比较少一点 因为它是什么 因为它是整个画面中 比较次要的位置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叶子 你看我甚至只勾了一笔 只有主叶金 没有辅叶金 对不对 那么可不可以这样啊 可以 因为它为什么 它是比较次要一点的位置了 那么我们就不能给它 勾得特别的详细 你的主次的关系 在叶子的大小上 在墨色的浓淡上 在叶金的数量上 都可以呈现出来 对不对 大家可以理解吧 就是 我在 就是 已经很努力了 老师也很努力的 去给大家去教 大家也很努力的去学 但是咱们一定不要给大家 这个给自己 给别人很大的压力 好不好 然后这个淡淡的 咱们最后勾 叶金 这个墨色已经很淡了 我们就给它淡淡的勾上 你看 刚刚有的同学可能觉得乱七八糟的 看不太明白 对不对 现在呢 老师把叶金勾上了 叶子的结 基本结构完整了 你再看一看 还乱七八糟的嘛 是不是 删掉这个图片 是不是就比较明确了呀 哪个叶子是 哪片叶子是哪个的 是不是就比较明确了呀 你看一下 这是一片叶子 这是一片 这一片 对不对 所以你要等 你全部都画完了之后 看你画面的最终的一个效果 你不能说 我画了一本 什么呀这是 然后就不画了 就不要那么的随心啊 还是有的时候 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哈 一开始这个是很干 这个是 整个画面中 算是我画的最干的一片叶子了 其实你勾上叶金之后 你也会堵住一定的非白 它其实不会那么的干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很湿的那个 这个是 稍微的干一点的那个 它都会呈现出不同的一个效果 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来 还是那句话 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了 然后呢 我们在最后哈 今天已经拖堂了 咱们就再拖一会儿哈 有些同学会问老师 老师 我的落款落在哪里哈 上课前十分钟呢 老师大概的给大家去讲了一下 那么还是有一部分同学 没有听到的 那么像落款哈 整个这个势头 你看它是往上扬的 对不对 你看啊 这个时候 我们落款落在正上方 不太合适 对 你可以啊 落在右上方 但是你会发现 右上方的这个空白 其实很很小 而且有点堵住 你看这个花 它是往右上 这个花是往左上 所以说你落在这个位置哈 是不会堵住 它的一个式的 它往左上 它往右上 它是中间正好 没有 你可以落在这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的空白 很小 很小 那么整个画面中的空白 最多的地方在哪 在左上方 那你可以落在左上方啊 靠边 就是靠着这个纸的边 会好一点 因为你看这个花 它是往上扬的 这个花 它是往这边来的 看啊 这个花 它是往这边来的 看到没有 这个花 它是往这边去的 所以说你落在左边 这个边上 不会挡住这个 这个式 这个位置是合适的 你画上之后 你落上款之后 又不会让整个画面 显得特别的 这个空 正好把这个空给堵上 而且又不挡住 它们那个式 你看这个是往这来的 都不会挡住 大家理解吗 理解给老师恢复一个 小笑脸啊 咱们就下课了 红色就是用的鼠红 鼠红加水 所以说知识是有很多很多的 大家刚进入到国画的殿堂 刚进入到幼儿园 小班 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快乐才是最重要的是吧 幼儿园的小朋友啊 他才不管学到了什么 他开心就好了 你也要找那种 那种初心 好不好 不要给自己很大压力 花长绿色的 也行 你刚砍下来的竹子 还没变黄 也行 好 那咱们就下课了 同学们 我们下周二再见了 晚安咯 拜拜